就是三萬二啊 我們調出來之後就發現說 利息是四萬二的這一筆 利息回推是397萬塊四百萬 明明是週末 內湖區公所卻燈火通明 15位公務員面對一千六百多份 疏困申請加班審查趕工 一樣樣細細查 因為來亂的 貨亞郎真的不少 就是說你有時候沒有存款對不對 很多都投入股市 都是投入股市 對對對 然後有的是買車 除了家戶存款百萬起跳的 不再少數光是利息收入 每個月就超過四萬五 此外還有像是炒股大亨 即便沒有勞保沒有收入 偏偏卻有高達兩百萬元的股票 如果沒有股息代表沒有收入 在會修改辦法前 居然還領一萬元紓困 直到5月17號才改審查系統 把股票視為存款一樣 不過有多間房子當包租公 只要沒能繳稅 卻還能領一萬元紓困 前一週的時候要做審核的時候 經常就是說你可能 你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收入狀況 通常就只有他的身分證 就算有審核標準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審 新北就遇過地產大亨 坐有三棟房產 只要沒報稅等同沒收入 能領一萬元紓困 從行政院5月7號喊出千切節 從寬任地後 地方就發現 不少好野人也前來申請 為了不11號變更辦法 嚴審房地產與存款 但礙於系統尚未更新 頻頻當機 基層抱怨難以執行 才緊急在8個小時內撤回命令 他的系統開放之後 讓我們財稅抓得比較快 然後甚至有申請者 他可能在A縣市也申請 B縣市也申請 讓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明明經濟富裕 卻想來碰運氣 也讓中央規定 一變再變 區公所呼籲加班再苦 都不是問題 就怕救命前輩不需要的 有錢人濫用浪費社會資源 建成山張宇仙抬不倒